幸福來得太突然 不是 對 但這個真的也太寬了嘛 來得這麼突然 真的是幸福嗎 放寬後的停課新標準 該以班級為單位 從本來兩人確診就得全校停課 調整為高中以下全校三分之一以上的班級 或是十班以上的班級停課十天 大學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系所停課十天 才需要全校大停課 標準一放寬 網路上討論聲量直線上升 衝到一萬兩千多筆 引發國小家長正反論戰 雙親家庭如果小孩子停課 他們就必須要請假了 可能就會覺得其實這樣子放寬了之後 反而讓他們比較好 就是也比較方便 太吵帥了吧 他們應該要慎重一點 小孩子如果說感染就很麻煩了 小朋友應該也要考慮打疫苗 不然家長都擔心 我們很誇張 很扯的事太多了 疫苗沒打讓孩子與病毒共存 讓家長氣壞 灌爆教育部長潘文中臉書 口號喊要陪每個小孩安心長大 根本太諷刺 難道沒想過十二歲以下 孩童沒打疫苗 根本是害了國家幼苗 小孩未來後遺症誰要負責 不管別人家孩子的死活 草率做出這種決定讓人遺憾 孩子不是讓你們這樣試驗的 那專家又怎麼看 一個學校裡面兩個班級 就要全校停課 其實這個是在我們的疫情 非常平穩的階段 我們可以付出這樣子的社會成本 社區感染那麼嚴重 你採取這樣的一個嚴格的 防疫標準的話 可能我們大部分的學校都會關閉 那乾脆就所有學校都關閉 擔心太多學校關門大吉 又怕疫情爆炸 醫院太起 成了爸媽心中最兩難的選擇題 是說要共存嗎 不知道日子要怎麼過 我也不知道日子要怎麼過 雖然 petits 其實需要上光也這張 他們真的被捕住了